公元605年,时任左卫大将军的宇文树在隋阳帝的事宜下找到一名在宫廷担任武官的小侍卫 对他说,贤帝天资不凡,当庭才学入室,岂可甘心做义区区素位 小侍卫听了他的话,兴高采烈地辞去了官职 仿佛真的被面前这位大人物语重心长的劝谏所打动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帝王心术罢了 皇帝不喜欢他,不想在皇宫里再见到他 就这样,他永远地失去了这个曾经引以为荣的职位 也彻底背离了他本已规划好的人生轨迹 这个小侍卫便是黎密 在大随王朝余后的岁月里,他搅动了满城风雨 成为隋阳帝一生的梦魇 谁也预料不到 当年那个平平无奇的年轻人会在短短数年 便积累起足以抗衡朝廷的军事力量 却又在不久的将来输的一败涂地 那么,李密是如何走到最后这步田地的呢? 在拥有秦琼和徐世纪等名将坐镇的情况下 二十万瓦港军又是如何在一夜之间败亡的呢? 军事行动失误失其权 樊快市景图,萧何道比利 一朝时运会,千古传明事 写下这首《怀仰赶怀》不久后 身处人声低谷的李密也迎来了自己的时来运转 他结识了一个名叫王伯当的人 并在对方的引荐下加入了瓦港寨 瓦港寨是隋墨河南一支赫赫有名的反隋义军 创始人宅让 隋大业十二年,即公元六百一十六年十月 因参加洋权赶返随起义而遭到朝廷通缉的李密投奔于此 被宅让收留 此后,李密通过数次征战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并令宅让退位让前 在他的带领下,瓦港寨的势力如雨后春笋般疯涨 不过数月便威逼东都洛阳 成为隋墨实力最强的三大义军之一 公元六百一十六年 李密迎战随将张须陀 胜,公元六百一十七年 李密袭基东都兴洛苍 可,同年 李密迎战随将裴仁基 刘长公,再胜 也是这年的二月 李密继天登位 自立为王 年号永平 建立起一个与大隋王朝分庭抗礼的新政权 或许是长久以来的胜利麻痹了他的思想 亦或许是舍不得放弃已经到手的回落 兴落两个粮仓 不久后 李密做下一个错误的决定 攻打洛阳 而这恰恰便是瓦港军败王的开始 东都洛阳不仅是隋朝的政权中心 更是军事重镇 有大量禁军精锐守护 当年杨玄赶起兵时 李密维他出了上中下三策 下策便是攻打洛阳 是最不可取的一条道路 杨玄赶选择了下策 最终兵败而亡 李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似乎已经昭示了他那与杨玄赶同样败王的命运 当时隋阳帝以借寻姓之名逃至江都 负责留守洛阳的是十年十三岁的皇孙 岳王杨栋 以及大将王世充 王世充与李密领导的瓦港寨宿有救援 早已历史必杀李密 而李密则在大敌当前时掉以轻心 甚至在出战失利的情况下 仍卖良与王世充 只为了换来金银紧断倚靠上将士 结果令王世充轻而易举 便筹集到了大战所需的军粮 李密大败 公元618年3月10日夜 司马德堪引销果军入进攻 江都之变爆发 隋阳帝被宇文化级一死 身处洛阳的岳王杨栋 则在大臣的雍立下登上地位 史称皇太帝 为了尽快稳住局势 杨栋采纳了元文都玉榜相争 与人得利的建议 假意招安娃港军 实则想借助李密的势力同与文化级对抗 四十三宫贵族出身的李密 仍对朝廷抱有幻想 轻易便接受了招安 此时的他 还在做着像李渊一样 以权臣谋天下的美梦 凭着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 李密再一次复制了曾经的战争神话 成功拿下宇文化级及其宵果军 令满朝文武刮目相看 然而这一幕却深深刺痛了王世冲的心 他心知自己与瓦岗军有不共戴天之丑 李密越是成功 他的处境就越危险 为了保全性命 王世冲决定与李密殊死一战 此时 一个名叫丙元真的瓦岗 救人因不满李密靠赏心归附的萧果军 暗地里投靠了王世冲 在李密失利之时开城投降 令李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城池与粮仓 最终被王世冲彻底击败 就这样 雄距河南这个四战之地三年之九的李密 失去了他逐鹿中原的石韵 李密个人缺乏上位者的痊愈之术 如果说攻打洛阳的失利 还能用石韵不济来解释的话 那么无故杀宅上放纵丙元真便是彻底暴露了 李密在遇人之术上的弱点 古之欲成大事者 无不深安人性 精通玉下之术 所谓才能反倒在其次了 正如韩信评价刘邦说起不善将丁 却善将帅 比起军事才能 好的领袖更需具备的 其实是笼络人心的智慧和分蛋糕的本领 不幸的是 李密恰恰在这两点上犯下了严重的失误 首先是杀宅让令瓦岗将士韩信 宅让是瓦岗寨的创始人 为人忠勇 在瓦岗救人中颇有威信 李密当年被朝廷通缉时 以假身份入瓦岗 事情败露之后 是敌让听从王伯当的建议 做主放了李密 后来李密做大 他又在军事贾雄的劝谏下 将寨主之位让于李密 心甘情愿为其安马 可以说 宅让对李密不仅有知遇之情 更有救命之恩 而李密却在野心的驱使下 无情杀害了宅让 从此与瓦岗将士离信离德 统杀宅让 李密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 但正如谁都能杀朝盖 唯独宋江不能一样 无论有再多的理由 再正当的解释 都不能洗清他背信弃义的污名 在瓦岗救人眼中 李密此种行径与世主无异 众人虽则在利益驱使下 仍旧追随李密 却在心底与他渐行渐远 心都散了 又谈和同舟共计 无怪乎李密服役失败 瓦岗军便如同被驱赶的苍蝇般一哄而散 在南卷土重来 一切的国早已在暗地里埋下了阴 二十万瓦港军一席之间败王看似离奇 其实皆有技可寻 李密杀宅让虽得了一时之势 却长久地失去了人心 改朝换代历来残酷如斯 人心所向 众望所归之人尚不能问顶天下 何况一众叛亲离之人乎 紧接着 李密在利益分配问题上 又犯下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铜山之战击败宇文化集后 萧果军残部选择归顺李密 为了笼络住这批新归附的敌军将帅 李密将为数不多的金银锦段 全都赏赐给了他们 这件本该皆大欢喜的好事 却引起了瓦港救人的不满 他们本就是为了利益 才暂且依附于李密的 结果李密得了好处 反而越过他们 犒劳旁人去了 他们焉能不弄 为了弥补自己 他们在丙元真的帮助下 偷偷将兴落仓的粮食 卖于王世冲 以得到王世冲的金银财报 而李密在知道了这件事情后 居然没有承办丙元真 反而默许了这一行为 另一边 王世冲在筹到了足够的军粮后 便停止了这场交易 开始向李密反击 李密惨败 除此之外 更有激进如善雄信者 不满此次分赏不均 竟直投靠了王世冲 在李密兵败之时固成自首 不予增援 令李密本已经失利的战士雪上加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瓦岗军之败 失败于利益分配不均也 在识人用人方面 李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丙元真无才 李密一直都知道 所以始终将他排斥在核心团体之外 但却仍将战略地位 极重要的星落仓交给了他 甚至在他犯下种种 错事后也依然不予追究 这才让他有了开成陷将的机会 与之相反的是 李密对待徐世纪这样武德兼备的人 却颇为苛刻 徐世纪直接被他调离了中枢 看守黎阳仓去了 秦琼 程之杰等人在瓦岗寨也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军事天赋与才华 直到祥唐之后才拥有了真正能够一展拳脚的机会 有名将却不好好使用 与没有合意 李密在一味追求那个至高无上的宝座的时候 似乎忘了 天下之主不是让他以天下为舞台 孔雀开平般只顾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才能的 天下之主应当为天下人提供这样一个舞台 令追随他的人都能实现各自的雄心报复 当所有人的报复都能得到实现的时候 天下自然就是他的了 李密空有军事才华 却没有识人用人之能 更没有平衡各方利益的高超手腕 缺乏这些身为上位者的权欲之术的他 骤然败亡也在情理之中 未能获得关隆集团的支持师骑士 桃李子得天下 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 乌浪语谁道许 这首名叫桃李章的民谣 曾在隋末广为传唱 当时许多人认为 扬随王朝必将被人所取代 而取代他的那个人一定姓李 道人李玄英认为这个人是李密 李密曾数次躲过朝廷的追杀 一次次危机关头的死里逃生 令人不得不相信关于他王者不死的传言 就这样 李密天生王者的名号不静而走 在民谣的加持之下 许多人坚信李密就是那个天命之人 并纷纷依附于他 一时之间李密趁势而起 正所谓君以死兴必以死亡 李密因事而起 最终也因失事而亡 而他失去的那个事 便是关隆贵族集团的支持 自宇文太掌管西魏以来 关隆地区的军事贵族便在政权的扶植下迅速发展壮大 形成了以八驻国 十二大将军为首的勋贵集团 左右着王朝的兴率 杨隋代州以后 隋文帝杨坚刻意疏远关隆集团 预令其地位下降 隋杨帝杨广更是将都城从西北大兴城迁至中原地区的洛阳 以减弱关隆集团对朝政的影响力 但事与愿违的是 关隆集团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下去 反而是隋朝在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后很快迎来灭亡 李密曾祖便是西魏巴驻国之一 身为正宗的关隆贵族子弟 他应当更明白关隆集团的重要性 但他却不仅不对其进行拉拢 反而同杨隋的统治者一样一再疏远他们 李密称王后分封的诸多功臣多是瓦岗旧人 关隆贵族没能从他手中分得一杯羹 逐渐地李密失去了关隆集团这个庞大的基本盘 与他相反的是李渊 经考证 李渊出身赵俊理事 但他却自称是老子后裔 隆戚理事 并借机与关隆贵族攀亲戴过 顺利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从而稳定地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基业 这也正是李密放弃进军关中 转而攻打洛阳的原因 他知道自己没有得到关隆集团的支持 即使勉强打下关中 也不能建立长久的统治 不如决心攻落 只要能打下来便能站稳脚跟 然而洛阳又岂是那么容易打的 失去关隆集团支持的李密 唯一能依靠的势力便只剩下瓦岗军了 但他身为外来户 本就与瓦岗救人隔了一层 再加上善杀敌让引发信任危机 又因利益分配惹来众弩 种种因素积累之下 李密连瓦岗这个底牌也没能保住 逃李子得天下所言不差 最终取得天下的的确是李家子 但那人却是李渊而非李密 李密因事而起 失事而亡未尝不是一种宿命 千年之前韩非子在总结法家思想时 曾言以君为主 法术是相辅相成 后来这句话被古帝王奉为为君之道的归念 天命之子须及法术是为一身 在辅之以君王的权力方能统一天下 李密则从一开始便不中是法的建设 兴落仓的粮食任人拿取他不管不问 部下犯错他也不管不问 从来法律生威严 不嫌立法如何立位 更何况李密本身便缺乏统一万方的心术 又在宫落之战中失其权 未能得到关隆集团支持失其事 天下霸主本应具备的依仗被他全部丧失殆尽 此番下来 轰然败王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吗